今天这一期我们主要做的是关于东京奥运会的商机 我们电商的朋友很多时候想准备一些热门的产品来卖 那我们如何去把握住东京奥运会相关的商机呢 今天我这期会为大家解密一下 还有一个东京奥运会本来是2020年 现在已经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们改成2021 这可能是历史上唯一借奥运会延期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 第一个热门品类是这个旅游类的产品 旅游内呢 这个是一个大类别 那我这个图片上已经写了很清楚 就是展示很清楚这块 大家可以看这里边旅游类的东西有很多 比如像你的衣服啊 鞋子啊 包括你的护肤品啊 包括一新用具啊 包括还有电子产品等等等等 包括你的护照 当地的旅游指南 那这个里边呢 分别类的非常多 今天的视频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我在第六条的时候 会跟大家详细讲 这个旅游类的产品有哪些 所以说观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一定要认真看到最后 第二个类别呢 主要是运动类的 运动类呢 其实我在第二期的视频已经讲过了 我们在这个迪卡农里边 去开发这个所谓的运动类产品 当然这个线下就是迪卡农啊 线上的话 你可以利用这个搜索引擎 或者电商网站来开发 那这个运动呢 奥运会啊 是全球的这个运动盛宴 那它的运动项目也非常多 比如像射箭 羽毛球 基建 包括拳击 包括游泳 赛艇等等等等 那这块呢 大家可以去找 这里边的每个运动类别的产品 都是相当的丰富 就即便是这个迪卡农 它的口号是 All for sport 也不一定能涵盖所有的产品 那所以这块 如果你卖的产品比较特殊呢 一定会赢得这个巨大的商机 巨大的商机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关于这个运动迷啊 他们需求的产品 他们的衣食住行 那这块大家可以多关注 好 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类 第三类这个产品 第三类的是这个防疫类啊 在这个伦敦奥运会呢 期间呢 这个防疫这个问题呢 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呢 那东京的这个警方 包括这个东京都政府 一定会把这个防疫 作为一个重中之重 来把关 那我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这个视频呢 已经分别录制了 就关于这个防疫类用品的开发 当然这个产品呢 其实一次性的用品居多 一次性用品居多 而且关于这个疫情类呢 我可以再多补充一点 就这个疫情呢 可能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应该还是一个热点的一个趋势 或者一个话题点 那所以说这块大家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仍然在卖这类产品 当然你在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控制你的库存量 控制你的库存量 好 那我们看第四个 第四个呢 是一个关于防身类产品 哦 辣椒水吗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有问题呢 还是要去找这个警察叔叔去解决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不清楚 当地的法律法规是怎么样 如果你盲目的用辣椒水 或者这个一些防身的刀具 去防身 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 这个法律方面的麻烦 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说如果说 你去做这个防身类的这个物品 应该是会大卖 但是一些防身类这个物品的 这个女性呢 她们来做这个方法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当地的法律法规 那防身的物品怎么开发 你可以在国内1688或者淘宝 或者是苏卖通上 去搜索这个防身类 这个关键词 那就会找到很多很多产品 比如说一些这个防身类 这个电棒 辣椒水 手套 还有包括一些防身的小刀具 包括一些防身的口红 什么之类的 非常非常多 这个你去看这个厂家的资源就好 好 那我们第五个呢 是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日本排名前几位的一个网站 这个呢 搜索引擎第一个是雅虎 第二是谷歌 第三个呢 是固 第四个呢 是这个excite 第五个呢 是Levedor 第六个是Nephty 第七个MSN 这个是日本当地 这个 居民最喜欢用的这个搜索引擎 那所以这块大家可以去当地搜入 看看当地需求的产品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从搜索引擎 去抓取的数据来判断当地的客户 或者当地的观众需求量是怎么样 好 那最后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场馆比赛地和比赛项 包括比赛时间 这块呢 我这期节目呢 是其实比奥运会啊 提前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那这块呢 给观看我视频的小伙伴提一个建议 就是你观看这个所谓的比赛地 比赛项目 比赛时间 对你将来在日本当地的仓库布局有很大的帮助 也就是说 客户一般对这个所谓的物流需求啊 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那将来如果在奥运会期间呢 他的物流是否畅通呢 包括交通是否管制 这个你要及时收看信息 我建议大家选取日本当地离比赛场馆比较近的仓库 或者是第三方的仓库来投放自己的物品 这样的话将来会有一个不错的购物体验 或者一个不错的物流时间体验 那这块对加拿来也是有帮助的啊 那第六条呢 我们就直接上干货了啊 全部是图片 第一幅图呢 也就是左边这幅图啊 就是我们写了这个旅一般的旅行者 他需要携带的物品 那比如说有证件类的 有旅行指南类的 有衣物类的 包括还有食品 还有日常用品 包括这个防身的这个药品 还有户外运动类的 包括电子产品还有杂物等等等等 我这个表上呢列的非常详细 大家可以看 右边这幅图呢 是一个速卖通的目录图 这个呢 你可以在速卖通上 或者1688上 找到我左边这幅图 你需要的所有产品啊 所有产品 当然我建议大家呢 在找到这些产品之后呢 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 怎么去调查呢 一个是通过亚马逊啊 你可以用亚马逊的这个 选择人类去调查 另外一个呢 是通过刚才我讲的 日本当地的搜索引刑 来查这个客户的数据 当然我告诉大家 如果说这个奥运会期间 选的这些产品 一定会是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 那这个产品的销量 就不能按照平常这个销量来估了 那我预计呢 你至少要按照平常销量的 两到三倍来预估 当然这个客户在去旅游的时候 一定也会买 事先购买 或者准备好这个所谓的旅游用品 但是准备的在旗 也不能阻止意外的发生 所以这块你们从这些方面去下手 也许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好 那这期视频呢 我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